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总统拜登会借周日在戴维莹度假期间 与家人商量是否要退出总统大选 其中纽约时报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拜登的家人敦促他继续竞选 而一些家人则将拜登首场辩论表现不计的责任 归咎于他的竞选助理 至于有多名的民主党高层 也包括了前总统奥巴马还有克林顿 以及现任的国会领袖 则是已经公开的力挺拜登 排除找他人替换来初选的可能性 拜登周六到纽约州籍新泽西州出席两场筹款活动后 返回戴维莹与家人共度假期 面对首轮大选辩论一片略评 要求他退选之声四起的局面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指 拜登感到很丢脸和缺乏信心 相信拜登会借周日的假期 与家人讨论是否继续参选 还是提前结束争取连任 一名知情人士称 拜登只会听从他太太吉尔建议 如果他决定退选 拜登很有可能会听从 而拜登所属的民主党 整个周末都被媒体追问 对拜登去留的看法 多名民主党高层公开力挺拜登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 都在社交媒体发文表达支持 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弗里斯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也对媒体表示力挺拜登 被视为有机会接替拜登初选的 几名民主党参议员之一的沃洛克 也表明拜登绝不应退选 不过媒体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指出 他们私下对拜登当选的可能性 表示担忧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最新民调显示 认为拜登应该继续参选的 民主党被访者从64%减至54% 下跌了10个百分点 相反认为他应该退选的 则上升了10个百分点 有36%升至4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